中華文化的結局 總共有一次四月 都是經過日頭氣候的變化 來看這個最實的日子 結局成績是由我們五位 就是三年級的學生共同聯合製作的專題作品 那在故事發想的期間 我們就想到有關地球暖化的問題 那也發現氣候的不穩定 然後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全球生態 那我們也有聯想到如果氣候變化失常 那也就是角色也像人一樣有喜怒哀樂 然後有人性會憤怒也會偷然 那大自然跟人們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小組都對剪子動畫很有心理 記得小時候玩紙娃娃可以擺邊造型 讓我們回味五球 希望能透過此動畫 回味那種替角色換裝的樂趣 以前買紙娃娃服裝都很有限 現在我們可以畫出自己所想像的 並用之後的方式呈現在動畫稿片裡面 我們在完成整個場景的色彩方面的過程中 然後我們購了好幾次 然後嘗試各種的比例還有角度 後來我們在選擇上色美彩的時候 就是先用色鉗筆 可是發現色鉗筆的那個飽和度比較不高 所以我們用了水彩去先鋪成底 再去用色鉗筆去修 再把它變得比較完整 這樣子看起來整個場景的凝度、亮度 還有飽和度都會達到比較好的標準 我們在設計場景時都會先經由導演 設計師在訂定分鏡表 就已經先構出圓就是畫面 然後我們分鏡表都是以全彩為主 且我們會盡量接近我們影片所需的圓貌 這樣比較不會耗費太多 在修改場景上面 我們這次是有動畫專題製作 底部上從沒有到有 然後從前置邁向後置的完成 然後讓我們的高山生活增添了很多充實和滿足 不光只有在術科方面專研了很多的技巧 也透過製作動畫、轉片、收集來的資料 增長了不少知識 透過小組製作更加了解到團隊的重要性 如何如何分配工作或者是溝通 還有互相包容 都在我們這次的製作過程中 有了一番獨特的見解 那在指導他們這組的創作過程中 當然也是希望同學可以藉由這次的創作 可以學到一些團隊合作 還有專業技能的培養 那他們這一個小組非常幸運的挑到一個很好發揮的主題 那在台灣的一些解氣跟一些傳統的實力上面 透過他們這一次的一個創作的發揮 跟一個專題的研究 那也得到了一個很不錯的成果 那非常恭喜他們這一次的創作 可以有這麼漂亮的產品 其實知道這一組解氣自成績我覺得最大的 我自己最大的生活是看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有著一個很長足的進步 從一開始不知道解氣是什麼 到之後我們跟他們查找資料 然後準備他們拍攝的一些用具 甚至他們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資料 自己把拍攝才架設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創作過程